欢迎收看保导聚焦 一起来聚焦报导 我是林清斌 终于在千呼万唤之中 国民党大选的初选结果 是正式的揭晓了 不管是从党内的互比 或者是从党外对手的 这个对比方面 高雄市长韩国瑜 都以非常大的差距胜出了 因此他确定代表 国民党要禁逐2020 这样的结果 似乎并没有太出大家的意料之外 但是呢 国民党能不能够就此 继续乘着这一股寒流呢 继续把大选给赢下来呢 好像还有不同的声音 今天相关的话题 我们好好来讨论一下 现场有三位来宾 首先是政治评论员 蓝轩 蓝姐你好 秦敏好 大家好 以及政治评论员邱毅 委员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世新大学副校长 游子强 老师你好 秦敏好 大家好 好 首先透过以下新闻片段 进入我们今天的讨论 国民党内大选初选 在为期一周的民调之后 15号正式公布结果 确定由高雄市长韩国瑜 代表国民党角逐2020 台湾大选 韩国瑜以总平均 44.8%的支持度 大赢前鸿海集团董事长 郭台铭的27.7% 以及前新北市长朱立伦的 17.9% 获得压倒性胜利的韩国瑜 称胜出没有喜悦 而是充满压力 我的心中没有一丝一毫的喜悦 一丝一毫的喜悦都没有 我感觉到无比沉重的压力 而且未来要做的事情 未来面临的挑战好巨大 恶劣的 吃香喝辣的 鬼扯淡的 这样的一个政党政治人物 一定要下谈 虽然会前国民党中央 邀请五位初选参选人 出席记者会 但最终五缺二 朱立伦自行举办记者会 初选已经结束了 韩市长赢了 我还是要恭喜他 但是国民党还没有赢 台湾还没有赢 郭台铭则以沉淀思考为由 临时取消既定的记者会 也加深外界 对他未来动向的盈律 国民党初选结束 正式进入另一场大选战役 韩国瑜除了 整合国民党内其他势力 如何兼顾高雄市政 如何充实具体政策的难题 对外也有争取连任的蔡英文 腐视眈眈的台北市长柯文哲 等等挑战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一场民调最后的数据 结果呈现出来是怎么样 这一场国民党的初选 韩国瑜是以大赢第二名对手 郭台铭大概17个百分点 这样的差距 等于说是大获全胜 而且是一个压倒性胜利 其实台湾媒体 几乎都下这样的标题 那我们再来看 这样的结果跟 在民调期间 其实也有很多的民调机构或单位 其实做了相关的民调数字 其实都能够呈现出 如果就结果论来讲 其实大概都差不多 但是从差距上来讲 其实在其他单位 做的这些民调数字当中 大概韩国瑜跟郭台铭的差距 大概都在10%左右 但是我一开始 我就要问兰姐的就是 那为什么 国民党最后的结果 两个人差距却拉开到将近17%呢 我想最主要当然应该还就是钢铁寒粉 发挥了非常惊人的不可小觑的力量 因为去想象 就是说在一个礼拜的 那么长的一个民调的期间 他们会愿意几乎是逐步出户 或者只要出门的话 一定要想办法电话转接到手机上 而且出门的话要赶赶的早早回来 回来之后要抱着电话 然后上厕所要带着电话 然后或者说守在电话旁边 守着电话守着你 然后拿着便当裹着被子 然后就是要等电话 我觉得这种那么坚强的意志 坦白讲也只有非韩粉莫属 所以我觉得相对于其他的 国旗的根本不成粉 猪也没有到真的粉 就没有那种爱相随的那种程度 所以就你接到电话很好 没接到电话其实也不好 所以并没有那么强烈的一个 动员的那么一个意志的时候 相对来说只要 你这个就是消长嘛 你这边多一点 这边少一点 你其实相对来说 就已经会拉出这样一个距离来说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 就钢铁韩粉的发挥了 他相当意志 就是说他们只要拿到电话 而且拿到电话之后呢 他们可能想尽办法要回答问题 对 表态率很高 比如说不是支持郭台铭的 他不在家 然后就想办法 就是让属于支持韩国人 来回来接到这通电话 我认为这也是另外一个可能性 再来一个的话呢 民调专家有所谓的初选效应 这初选效应呢 有两种可能的效应 一种就是说呢 当你在做调查的时候 其实国民党的支持者的表态率 本来就会变高 相对来说民进党的支持者呢 其实有些除非你真的要策略性操作 否则的话呢 其实有些人干脆不想回答你这个问题 所以呢其实就整个样本来说 跟表态的状况来说 国民党的表态就相对又来得高一点点 那里面的韩粉又再高一点点的时候 那加上如果说有些微的所谓的灌票 其实在里头我认为这个比例已经少之又少了 所以这样的状况底下 就让韩国瑜这方面呢非常的高 而郭台铭在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失言 但他如果倒带回去听的话 包括说他如果这个当选的话 第一个就要往谁的哪一个企业家 身上开刀等等 其实有些时候过度的情绪性的发言 也让他失分一些 所以我认为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一销一掌呢 也一直看到这个韩国瑜方面 是旋风式的胜利 好我接着就要问邮老师的就是 所以其实在这场民调最后阶段的时候 那个感觉风向已经不太一样 因为很多人已经在讨论的不叫做 郭寒相争 已经很多人在讲说 郭台铭有没有可能脱党三选 是不是从这些氛围当中 已经可以闻出那个端倪 或者是说郭台铭是不是做了很多失分 而且失言的一些动作呢 我觉得虽然国民党这一次 整个民调程序虽然说是空前的严谨 也就是因为它很严谨 所以它中间会让各阵营 去监听一部分的电话 那你就很难免这么多阵营在听 总共人把听到的结果对外说 虽然一般我们让你监听的电话 到底能不能代表最后的结果 其实是不一定的 因为它并不是随机挑选 并不是我们专业上说的随机挑选 但是它也是随便抽的 所以如果这些电话显示 韩国瑜已经领先到一种程度的时候 他几乎可以预测那个结果 我觉得或许就是郭台铭 已经从不同的管道 知道了这个结果 所以他自然会有一些策略上的调整 跟反应 而这些反应 显然我觉得郭台铭毕竟不是政治老手 他毕竟是个素人 当你对选民说出某一些话 比如说大哥拜托你 或者他有讲一句说 我又没有犯什么特别的错误 民调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 那也造成很多人说 你国民党是不是故意泄露结果 其实不是了 他就是因为可以监听了 所以又被对手可能利用说 你看党中央是不是跟他串通好了 更加的激发 要支持韩国瑜的选民 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中间 郭台铭不管是大哥拜托你 不管是说我又没犯什么错 都送出了一个讯息 告诉还没有做到民调的选民 我大势已去 那这个大势已去 这个动作出来之后 当然对凝聚自己的支持者 是没有效果的 那对于对手要凝聚更重要 我觉得这一次 韩国瑜真正厉害的是 他可以动员他的支持者 让这些支持者不动 你知道这太厉害 一般我们动员是叫大家动 对不对 他能够让这些人不动 不动到什么程度呢 太多在网络上传出的消息是 有人真的就睡在电话旁边 有人去把家里的电话 转接到自己的手机上 手机就怕漏洁 要付一点钱 那这些动作都做的时候 那郭台铭的经济型的选民 可能有自己的事业要忙 自己的工作家庭要顾 你没有办法像对方这样的动员的时候 这样一来一往 那当然我觉得绿营也有一部分的灌票 有人说你看蔡英文的票在每个人这边都差不多 不能说有灌票不是的 因为有些选民他就被交成只要回答一句 叫做唯一支持韩国瑜 连绿的都学会这一招 所以你会看到韩国瑜的那一组表态率极高 其他组的表态率极低 这什么意思呢 表示非常多的选民回答了这一句 叫唯一支持韩国瑜 所以这个当然跟真正的民调是有差别的 好很多人都讲说 这一次国民党的民调方式 其实是针对韩国瑜量身定做 所以是对他有利的 那再加上如果这些韩粉的表态率这么高 又这么始终踏地的话 是不是我就要问委员就是 是不是这个结果其实可以预期的呢 结果当然是在预期之中 但是国民党中央的民调方式 也不是专为韩国瑜量身裁衣 因人设事 那个是当时马英九的秘书长金普聪 所造的孽了 因为金普聪那是找了一位 民调专家叫洪永泰 设计了这一套附中抽样 非常复杂的附中抽样 学理上好像可以得到更客观公正的结果 但是实际操作了就产生了许多的牛逼 好那之所以最后韩国瑜大胜 其他的参选人 我认为在民调上面四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韩国瑜的策略非常的正确 他知道什么叫初选 什么叫大选 初选没过就别谈大选 所以投过身就过 所以他不像别的参选人 那么去注意到所谓将来大选的问题 韩国瑜是说 我现在只想到我让初选能够赢就对 那因为让初选赢就对 所以他就采取一周一造势 一周一造势 其实是过去没有人敢在初选阶段所用过的策略 因为这时候频频动员会造成失扰冰疲 会使得一股作息再而摔三而结 但是韩国瑜他知道他不去管 如果初选没过下面都别谈了 所以先让投过再说 所以他采取一周一造势 一周一造势最主要的原因 最主要的动机 就是把热情的韩粉 把他给号召起来 然后把他锁住 让这些韩粉的中间 可以给他们调战走策 可以告诉他们 怎么来因应这个民调的访问里面 该做什么 第一个该要等 如何等 如何使你一定能够接到这个电话 刚才子祥也说了 第三个 如果被问到的时候 他可能户中抽样要问很久 可能会拖到半小时以上 你们必须有足够的耐心 那另外的还告诉你说 他如果问你年龄的话 年纪有加权 所以你要懂得去骗 所以教他如何耐心 如何骗如何等 那么在这种所谓的 一周一造势的过程里面 达到这个效果 好 那第二个当然就是 韩粉是几近于疯狂的 已经狂热到那种宗教式的狂热 因为宗教性的狂热 所以才为韩国瑜一声令下 然后韩国瑜下面的干部 竞选的干部 叫战手撤下去 他们会如实的执行嘛 所以才会产生一个 等电话比赛里面 或者耐心听电话的比赛里面 那么韩国瑜当然大胜嘛 那第三个 我认为策略性贯票 民进党策略性贯票 非常的明显 因为蔡英文在如何的差 也不可能在对比式民调中 低到只剩14%到15嘛 那这个蔡英文低到14%到15 狂输韩国瑜 三十几个百分点 那很明显的 一定是在非韩不投的策略之下 然后民进党的人 甚至用策略性的贯票 使国民党初选韩国瑜胜出 好在将来初选以后 在大选中收拾韩国瑜嘛 那最后一个 就是怪郭台银自己啦 郭台银因为是政治门外汉 又不懂选举 又用了一堆酒狼饭带的 竞选幕僚 所以在里面就产生了 进退失聚 频频失言的一个情况嘛 而在初选的阶段 是靠民调啊 那你频频的失言 你当时引起反感啊 尤其被传出了 什么会拖党竞选啊 或者去大哥我求你啊 或者还掉眼泪哭啊 等等的 跟原来大家认为的 霸道总裁的形象 完全背道而词 他的优势就因此 在一次一次的失误中 就流失掉了嘛 所以大家都讲说 韩国瑜在这一场 党内的初选当中 真的是一个压倒性的胜利 但是这样压倒性的胜利 能够复制到2020的台湾大选吗 韩国瑜的挑战又有哪些呢 稍微休息片刻 我们继续来讨论 韩国瑜在取得参赛权之后 很多人就是说 但是他有参选的正当性的问题啊 但是有一个说法 我另外来问的是 如果民调这么高 我大赢对手这么多 我怎么会没有参选的 正当性问题呢委员 当然有正当性的问题啊 因为韩国瑜刚选上关中市长 还不到半年的时间 屁股都还没做得热 证监都还没有兑现 那就要跟上一层楼 可是那么多人支持我啊 那支持他高雄的市民呢 那看高雄市民看法如何啊 而且这一次 我认为策略性的冠票 非常的明显 那么韩国瑜真正的支持度 以及蔡英文 跟他之间 真正的一个较劲的情况 我看要等到两个礼拜之后 真相就大白了 那个时候两个人又回到了 原来差距 应该在3%到5%的范围之内 而韩国瑜的参选的正当性 会随着他在高雄市政上 所产生的失误会越来越严重啊 会越来越被挑战啊 如果没失误 而且不可能没有失误嘛 这么大的一个高雄 一个神来治理都会出事嘛 例如台风马上要来了 你能够保证 那个时候不淹水吗 你能够保证 陆平专案里面铺好的 不会再出现天坑吗 你能够保证 各地方不会有所谓的 这个水管爆裂吗 你能够保证说 高雄各地方大社工业区 扇尾的渔港 不会出问题吗 那这些陈琴的民众 他们要陈琴 可不见得一定是 星期一到星期五啊 可能星期六星期天 在民进党的动员之下 他可能要失诊五层 你找不到市长啊 这个镜头一段 不断的出现 当然对韩国瑜的正当性 就会形成严峻的挑战嘛 何况高雄的罢韩 到现在为止 我知道已经快突破15万人了 在这么强烈的 一个罢韩的呼声之下 那你一边要 要去角逐大选 一边人家在罢韩 那如果说 民进家更狠一点 他就把他的罢韩总部 放在哪里 放在你韩国瑜讲 纪纪纪总部放高雄啊 就放你高雄纪纪纪总部的对面啊 然后让每次你纪纪纪总部 发生什么活动 这边的罢韩活动 就同样的进行啊 所以任何行动都是分割画面啊 这第一个问题嘛 那第二个韩国瑜 第二个问题 韩粉当然这几天 在欢欣鼓舞之中 可是等到过了 十天两个礼拜之后 韩国瑜的支持度下滑了 而且滑的幅度很大 因为回归正常嘛 就跟当年的红袖柱情况一模一样嘛 这时候你韩国瑜会被焦虑 韩国瑜一焦虑又开始犯错了 又开始产生了一些强烈的一些 让别人反感的动作 透过媒体的渲染扩大传播 对韩国瑜是否负面的 刚才也提到 韩国瑜本身对公共政策 对两岸政策本来就不熟悉 那韩国瑜个人过去 十七八年 别人所不知道的一些内幕 很可能一一被挖出来嘛 何况蔡英文背后有情治单位 系统性的收集与整理的方式之下 韩国瑜未来怎么去应付 一个具有现任执政优势的蔡英文 排山到海的攻势 在这四个事件奇葩的情况之下 韩国瑜未来的挑战大不大 当然大得不得了啊 蓝姐但是人家讲 这个韩粉是非韩不投 所以他们凝聚率真的很强 如果他现在正式出现之后 再加上所谓的非兰不投 这些应该足以立抗 所谓的有韩不投吧 我觉得要看所谓的非兰不投 跟有韩不投中间关键的那个点 是如何的被发酵 因为你会从非韩不投到非兰不投 代表是说国民党里面这一群人 为了要让民进党下台 全部的人都觉得呢 最讨厌的党就是 就是讨厌民进党 所以他会认为说 我愿意去接受韩国瑜 不管我喜欢不喜欢 有没有在初选的时候投给韩国瑜 我都愿意 最重要是先让民党下 这是一种气氛 但是现在就要去谈到说 那到底是讨厌民进党的气氛比较浓 还是讨厌韩国瑜的气氛比较浓 那再过去这段时间也来 你必须承认 韩国瑜的韩粉造成相当程度的排他性 而且他让整个的对韩国瑜 在九会议选举当中的那种 几乎是旋风式的席卷 所有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管理 是不是高雄人都爱韩国瑜 但现在已经不是了 现在中间选民年轻人都都已经 很多我听到的碰到一些年轻人 是讨厌韩国瑜 到讨厌 所以我听他们开文下讲说呢 过去的最大党叫做讨厌民进党 现在最大党叫讨厌韩国瑜 如果形成这样的一个气氛的时候 你说怎么样的非蓝不投 就他可能认为说 我比起蔡英文 我觉得我可能更讨厌韩国瑜啊 那如果这样这个状况底下 其实你要说把这个非蓝不投 能够去立抗有韩不投 那就是很大的一个疑问了 所以我认为在未来这段时间 第一个要看的是 柯文哲出不出来选 柯文哲如果出来选的话呢 更可能当你不喜欢蔡英文 你也不喜欢韩国瑜的时候 有可能他去抓另外一个选票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如果柯文哲不出来的话 好那你说我讨厌蔡英文 但是我讨厌韩国瑜 但我更讨厌蔡英文 你必须把这个局势给做出来 这个时候韩国瑜必须要做点事情 他必须要做一些事 但重点在于说 你觉得韩国瑜会不会做这些事情 我很难讲 我觉得他应该做的很多事情 在昨天初选完了以后 坦白说并没有看到 所以照理来说 你除了说要去见见朱立伦 去见见郭台铭之外 而且他昨天 后来没见到郭台铭 也就没有说要再见了 也就没有下一步了 好像意思就是说 习礼如意 我说我要见 见不知道啊算了 这是第一个 我觉得他到底有没有真心诚意的 要去团结国民党 你要去把这些 在初选过程当中 他的手下败将 真的人家批评他 也有他们的道理在 你把它真正的圈在一起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大家去质疑他 讨厌他的部分是韩粉 昨天在欢欣鼓舞的过程当中 韩粉一样到处呛瞎 到一样的这样的狂妄 一样的非常的嚣张 那你说这个部分 大家是不是可以觉得 韩粉会成为另外一个黏着的力量 我觉得韩粉必须需要发挥的部分 再来一个就是韩国瑜 他是不是没有感觉到说 初选跟大选不一样 我必须拉开一个距离 所以我觉得现在讲或许过早了 但是这些部分如果没有改变的话 很难啦 其实人家讲 韩国瑜的挑战 除了对高雄的承诺 还有他市政的能力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他 韩粉到底能不能节制 但是如果要打赢一场大选 我就要问尤老师的就是 他自己的团队也要够强吧 很多人也说 韩国瑜自己的论述能力 可能没有那么强 他的团队可能也没有那么强 但是我又有一个疑问 大家要说现在的选举 是一个非典型的选战 说不定他的非典型选战 就是符合选民所要的 韩国瑜现在 他除了要面对很强大的 来自民进党的攻击之外 他很重要的是 他还是高雄市市长 这个身份本来应该是 你说嘛 他现在有职位 本来应该是个优势的 可是很显然 因为他实在做高雄市长 做得太短了 所以那个会不会是个优势呢 我觉得反而可能是一个 会造成他边长莫及 或是无法兼顾的这个问题 比如说高雄的政绩好不好 比如说高雄你能不能兼顾 像我们最近都在讨论 昨天是个上班日 韩国瑜都在处理大选的事 怎么没在高雄上班 你不是答应我们说 一到五要在高雄吗 他的对手一定拿这个来对付他的 所以高雄的政绩在哪里 你能不能兼顾市长跟候选人 还有接下来你要选2020了 那你应该会当选了 那要不要代职呢 还是赶快辞职 让我们高雄有一个确定新的市长是谁呢 对手一定会继续对付你 就算你不讲出来是谁 那大家也会问啊 那等你一当选 1月11号一当选 那岂不是你就得要说谁来接班了吗 如果没有准备好不是完蛋了吗 所以高雄本身这个团队够不够好 会对这个选举造成重大的影响 如果整个竞选过程里 高雄这里出个事 那里出个事 之前有几位他在高雄小内阁的阁员 常常出包 再出个包也会有事 那更重要的是 你现在选2020 还有一个更大的团队 像昨天他说 我已经组成了顾问团了 请注意啊 顾问团再好看 你问完之后 你自己能不能吸收 所以就像郭台铭把自己叫郭董 董事的董 如果你问完了顾问团之后 大家发现韩不懂 或是鱼不懂 那你就完蛋了 所以他涉及到 他要有足够的时间 让自己沉淀下来 去了解他要提出的各项政策 否则如果再发生 像高雄市辩论的时候 让人觉得他对政策不了解的话 我觉得在蔡英文前面 他就讨不到便宜了 这个时候可能对他的支持度有影响 所以高雄的团队要顾好 那个竞选大选的团队更重要 而中间最关键的就是 他能不能够静下心来 把自己的格局 把自己学习的范围扩大 否则我想还是会走不出 原来那个同温城 韩国瑜现在几乎是确定成为 蓝军的共主了 但是蓝军有就此比较平静吗 好像也没有 因为郭台铭动向未明 王金平还是很神秘 而且背后还是有一个 柯文泽非常的虎视眈眈 究竟这些事例会如何整合 或者是说会让国民党再分裂吗 稍微休息片刻来做最后讨论 好现在国民党的部分 韩国瑜确定是拿下了代表权 但是大家就在想说 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国民党有陷入一个分裂的危机呢 因为大家关注的是 王金平跟郭台铭的动向 其实这个里面还有一个人没有出现 他就是台北市长柯文哲 现在出现了所谓的郭柯配这样的说法 而在先前还有郭王或者是王郭配 种种说法 我就最后就要问来宾的就是 到底这些说法是真的无风不起浪 还是有人在放消息呢 首先老师 柯文哲作为一个白色的候选人 他本来就需要白色加上一些蓝色跟一些绿色 他最容易拿到蓝色选民的方法 就是蓝色阵营里有人不高兴 有人生气了 那现在这个时机当然是个时机啊 因为初选的伤痕还在啊 所以郭粉现在很不高兴啊 那更不要说原来王粉 像王金平的粉呢 他有很多认为这奇奇怪怪的初选嘛 本来我要选那么跑出一个韩国瑜 本来不选的一开始要征召 后来又乱七八糟 阴人设事 所以本来就有很多挺王的人不太高兴 现在还有一堆挺郭的人不太高兴 为什么我们这么优秀的企业家 被你们骂成那样一文不值 而且理性政策经济政策你们不听 一赴你们靠民粹就能赢的样子 所以每个人都满腹委屈 在这个时候加上柯文哲又需要这股力量 所以当然很多人会想 我们来这样配一配好了 如果郭家王家科天下无敌啊 但你在纸上配很容易了 真的要配的时候 其实每个人理念也不一样 谁做政谁做富 每个人扮演什么角色也不一样 很难的了 我还是要说那句老话 这句老话是什么呢 不团结可以有一万个理由 团结只需要一个理由 你真的要找不团结理由 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都满腹委屈 民调不对 党中央怪怪的 韩粉欺负我 可是你只要记得一件事 不团结必输无疑 那所以我还是认为 那个团结的那个理由 最大的贡献者 大家千万别忘了蔡英文 如果到最后 在蓝营一团混乱里 是蔡英文营的话 那就是全部人一起承受那个苦果 所以我还是要提醒蓝营 团结非常重要 委员呢 基本上确确实实 因为柯文哲想参选 尤其韩国瑜出现以后 那柯文哲参选的 可能性就越来越高了 但是他本身现实上 有两大困难要解决 一个他的粮草不足 他的资金不足 第二个他没有组织 尤其没有基层的组织 他没有办法动员 所以他就必须要利用 这个国民党初选的裂痕 去拉拢王金平 跟拉拢郭台银 因为拉拢了郭台银 可以解决粮草的问题 拉拢了王金平 可以解决组织动员的问题 那现在又出现一个联合计 这个联合计就是宋楚瑜 因为宋楚瑜跟王金平熟 跟郭台银也熟 那么跟柯文哲也非常的好 所以由宋楚瑜成为一个联合计 再把它形成了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柯郭王宋的组合 而且有了宋楚瑜的话 用亲民党推荐 柯文哲就不需要联署了 他就没有联署28万票的威力 他就可以把宣布参选的时间 压后往后面压 往后面越压的话 越后发签字 对柯文哲就更加的有利 所以柯文哲现在正在布这个局 可是我也必须说人都是有私心的 谁都要做投 谁都不想居次 谁都想在这一场选举里面 得到他所要得到的东西与价值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虽然柯跟宋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正在进行合纵连横 想要形成一个团队 但是人不能如愿 我必须要说知意行蓝 那蓝姐呢 因为大家都讲说 柯文哲为什么会起心动念 一定是认为自己有赢面 才会起心动念吧 哇 现在这个蓝营这个局 他可以好好来搅和一下 让自己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我觉得对他来说 当然因为如果大家也讨厌民进党 也讨厌韩国瑜 那当然会喜欢谁 相对来说突然间觉得说 柯文哲好像没那么讨厌了 我听到很多的说法 所以我觉得那就是他真正起心动念 要慎重去思考的部分 更何况他过去也不是没思考 他过去也在试着去布局联署 不是吗 所以我觉得现在他的机会 跟可能性当然来得更高 那刚才清明特别问到说 到底在过去什么郭王配拉 什么郭柯配拉 到底有没有谱还是空穴来风 他们有过节是真的 所以我不认为是空穴来风 只是说现在的局势不一样了 在于说 好 我认为对于王金平跟郭台铭来说 我认为他们俩脱党 自己参选 的几率微乎其微 就是零 我要强调的是参选 但是事实上在这一场大选里面 扮演角色是不是非得参选不可 对 就是你要怎么样 把你的角色给出现出来呢 你要当领导人 这个候选人也不过那几个 蔡英文 韩国瑜 柯文哲 假设这个样子 那如果你要肩负起诉 我也要参选 然后呢 他成为列写国民党的那个罪人 然后自己也不见得当选 那他何苦来斋 但是如果某个程度来说 我觉得当副手也未必会是一个考虑 但是如果说像郭台铭在我访问的时候 他说他要组一个第三势力 他只要能够掌握到对于政府积极的财经的建议权 他去推立法委员 他去推他认为好的立法委员 进到立法院里面去监督政府 他就觉得他算是贡献 他可不可能成为别人的侧义 可不可能成为一个King maker 就从King这个角度变成King maker 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是在整个的国民党初选结束之后 更好玩的一个赛局的开始 这个部分我认为还没完 还在酝酿当中 今天如果说韩国瑜愿意放下身段 真的愿意非常的谦虚 那真的像他讲的爱与包容 去请教朱立伦也好 王金兵也好 郭台兵也好 我认为或许还可以降低过去曾经有过的过节 但如果他都没有这样的做 那过去本来就已经种下深深的心结了 然后再加上说你的态度又这个样子 那我干嘛要去热脸贴你冷屁股 那我只要进不脱党 不要成为排面上的罪人就好 我提供第三个选择 我跟第三个人进行相关的合纵联合 可不可能呢 我觉得这是现在为止 目前听起来不是摆明了劣解国民党 但事实上会造成劣解国民党的实质效果的一个可能性 所以很多人都讲 其实从去年的台湾地方选举一直到现在 如果你看台湾的相关的选举 不管是所谓的大选地方选举 或者是甚至国民党初选都会觉得说 好像是一个非典型的选 但这个味道非常浓厚 所以变化真的非常非常多 要了解相关的细节 真的要好好收看我们节目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 非常谢谢您的收看 谢谢三位来宾 共同参与我们讨论 报告聚焦 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